轻度台风黄风持续减弱 中央气象局17号上午8点半 解除了黄风海上台风警报 气象局并预报 今年首播典型的梅雨封面南下 19日起影响到23日 盛防局部的大雨或好雨发生 为确保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建议民众在旅游细水热点 仍需注意海边的浪框 根据中央气象局最新台风消息 青台黄风在17日清晨5点 中心位置在鹅兰比的南方约160公里海面上 以每小时18公里速度朝东北行进 而黄风强度持续减弱 在17日上午8点30分解除海上警报 同时发布热带性低气压特报 气象局预测 台湾东半部将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 台风远离以后它会引进西南气流 所以在18号以后 那是另外一个系统 就是西南风起来 然后会影响 然后18号晚上又有一个封面 会跟西南风刚好碰在一起 所以整个雨势会比较大 然后那时候的西南风也会比较强 所以基本上因为西南风 从西半部这边过来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东部还会被中央山脉挡到 但是刚才听各位说了 就是说未来在18号晚上 19号清晨会有一个封面下来 那封面就会把整个 西南风也带过来 所以在20号、21号的时候 整个台湾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 连东部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一个情形 所以未来一周应该是分两个区段来讲 一个是前面的这几天是受台风的影响 然后19号以后受的 花莲这边是受西南风跟封面的影响 所以未来这一周雨势可能都蛮大 下周起封面逐渐移到台湾上空 在西南季风的配合下 将是今年第一道典型的梅雨封面 预计从19日起影响至23日 这段期间全台都容易下雨 提醒民众外出气的西带雨具 留意累积和瞬间阵风的剧烈天气变化 再旅游细水热点 注意海边浪框 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记得讲邦彦华联士报导